为了教导学生能够学习永不放弃的精神 集集国小在每一个学期 都会邀请典范人物来为同学们演讲 这次邀请到 台湾所谓攀登圣母峰成功的江寿珍女士丽玲 分享她如何用毅力挑战自我成功的经验 校长表示 希望借由这些名人的励志分享与鼓励 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建立 学习自我挑战的精神 并用自己的双手追求梦想 我们邀请江秀珍老师 丽玲集集国小 为孩子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那我们集集国小的一个学期 都会一个阅读典范人物 我们先看江秀珍女士的书 还有影片 我们邀请江秀珍女士 立校亲自分享她的登山故事 之后孩子将她的生命中的感受 写成一篇文章 所以我们可以从江秀珍老师的身上 学到永不放弃 自我挑战 能够追逐自己的梦想 也需要每个孩子都能够梦想起飞 参与这场演讲的同学说 借由听到这样的人生成功经验分享 让他们明白只要有梦想就要去努力达成 无论经过多少的磨难 都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她的演讲让我知道有梦想就不能放弃 一定要完成 我觉得她很勇敢 所以我以后要跟她一样勇敢 然后永不放弃 然后就算遇到困难 也要想办法解决 我以后想要当老师 然后说我要认真读书 那才能考上老师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如果能够从小就让他们养成 为了追求梦想而努力的精神 那孩子在成长的路上 将不会再感到彷徨 能够顺利地追寻自己的人生目标 也为台湾的未来种下了更多的希望 民意新闻洪信平 集集采访报道